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我召开的一系列座谈会的纪要 对土地改革政策和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 都提出了批评 我尽快看 然后交给主席共同参考 好的 毕师 出席中央十二月会议的人员名单 你看过没有 看过了 我同意 只是请陈毅同志来杨家沟参加会议 这段时间很小 这是主席的意见 他听说陈毅同志到了西百坡中央公委汇报工作 就坚持要他来杨家沟出席会议 赶得上吗 赶不上没关系 主要让他了解会议精神 另外 主席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好他谈 好的 按主席的意见办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 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史称十二月会议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 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的反革命统治 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一百多年以来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这个事变之所以带着伟大性 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 在中国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 这个事变已经发生 他就将必然的走向强国性的胜利 毛泽东的报告 总结了人民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经验 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和土地改革中 需要遵守的重要政策 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令 主义 说到土改 我们进随的确有左的倾向发生 必须改正 土地会议 整档会议是黄河主流 一直流到大海是成功的 主流向东势卷起三个浪花 即侵犯中东利益 破坏龙张叶 把党外人士一脚踢开 不把这三个浪花反掉 它就会成为一股逆流 过来吧 主席讲的有道理 我们的方针是回护主流 反对浪花 坚决保证革命成功 一定反左 好胡子 你怎么说走就走 你给主席带的好东西 还没派上用场呢 何老左 给我带什么好东西 一点腊肉和腊鱼 恐怕是拿很多小米换来的吧 是啊 我怕你批评 就把它放到恩来那儿保管了 主席啊 毕师同志说 26号是你的生日 没敢提给你过 今天我们借话献佛 用何老总带来的腊肉和腊鱼 给主席补过生日 这样吧 我们大家都可以沾主席的光啊 但是恩来 很多同志为革命流血牺牲 应该纪念的是他们 现状困难时期 搞庆祝活动会造成浪费脱离群众 再说啊 我今年才五十四岁 往后的日子长着呢 做寿 是不会使人长寿的 那我给主席的腊肉和腊鱼呢 把他们送到厨房去 明天就要过年了 让所有的同志 都沾着赫胡子的光 我赞成 赫胡子 你也先别走了 吃完饺子再走 好 非同寻常的一九四七年过去了 我们又迎来了更加不平凡的一九四八年 今天 我们将为你们播发蒋主席的元旦献词 继续八年抗战精神 肃清匪患安定民生 蒋主席庄重承诺 将在一九四八年这一年内消灭共军主力 全国各地的散匪 也渴望能在一两年内肃清 蒋介石讲 要在一年内消灭共军主力 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想先吧 是啊 用当年上海的一句俗话说 吹牛是不上税的 林彪他们发起的冬季攻势第一仗 以二十八日十二师攻克张武 全间守军一个师部三个团 共计九千余人 其中俘获第七十九师少将副师长 李佛泰以下近七千人 这一仗创造了迅速突破 大胆分割 全间守敌的模范战力 应同店嘉奖 奖子来喽 同志们 一九四七年是胜利的一年 也是辛苦的一年 令您曾经说过 神奇的预言是神话 科学的预言是事实 刚才蒋某人 发表了一个新年献词 下面我们请主席 也发表个新年这词好不好 好 好 平时讲的够多了 今天过年我只讲一句 让我们以更大的努力 为一九四八年的胜利 干杯 好 来 干杯 来 干杯 诸位 今天是良历年初一 集成元旦 此刻 我向诸位 道一声 新年好 我国军 自张武势力之后 我们又获取了以更名为 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共军的调动情报 此次沈阳国民党主力的出动 已完全形成 被我东北人民解放军 在运动战中 歼面其一步的有力条件 因此 我们应集中优势兵力 首先求揭 敌比较突出 薄弱的 左路新边第五军 我赞成 兵贵神速 立即调整部署 下达全间敌新边第五军的作战计划 林彪所部 为什么要进行异常的军事行动呢 我认为 共军的主力已经分散 张武之战后伤亡过大 难以再战 为此 为不坚共军的主力 我命令 第九兵团主力 第七 第八兵团各一部 继续向法库以南推进 我命令 元月三日 我第二第三第六第七总队 及炮兵第一第二第四团 按照上述部署 急速向公主屯地区开机 五日服晓 必须把敌新边第五军 合围于公主屯及西南地区 等待命令 发起攻击 是 是 我为什么分三路五个军 东起铁岭 西至新民 沿辽和两岸一百多公里宽的正面 呈扇形向沈阳西北方向出击呢 目的有二 一 一 趁细寻间当面共军之第三第六第十纵队 第二 移解法库之围 陈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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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应东北寒冷的冬天 卫兵犯得特别厉害 赶快住院治疗吧 谢谢诸位对我的关心 不消灭东北共军的主力 我绝不住院治疗 同志们 新年一时 我东北人民解放军 要以全间敌新边第五军的战果 向党中央毛主席献礼 元月五日 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合围敌新边第五军主力 与公主屯及其西南地区 五日下午 对新边第五军展开进攻 六日晨 第五军军长陈琳达 率残部 背兽公主红和黄家山 七日向南突围 到我军主力附近 第一新边第五军 全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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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你看谁来了 好 陈医 主席 看什么 不认识我了 主席 方才听周副主席说 你老累过度 营养又不良 身体很是不好 看你这高兴的样子 和生病联系不起来 人风骑士精神爽 你陈医一道 把病魔赶到九霄云外去了 真的 坐 什么时候到杨家沟的 今天中午 对了 也就是在今天七号的中午 东北人民解放军 全间新边第五军军部 继两个师 共两万多人 其中活捉新武军军长陈琳达以下 一万三千多人 我这还有一份喜讯 由上海秘密到达香港的 沈金如 张伯军等 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 于一月五日 在香港召开了 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绝不承认在蒋介石中押下 民盟总部的解散 通过了中央三中全会紧急声明 等一系列文件 确定了新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方针 与过期有什么不同 有 他们公开宣示 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赞成土地改革 没收官僚资本 反对美帝国主义 对中国的侵略 放弃中间立场 支持武装斗争 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 吃一县长一智 看起来蒋介石这个反面教员 作用不小 比我们苦口破心 讲多少遍都管用 是啊 另外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于1月1日通过了一系列的文件 选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 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 立即身为主席 嗯 得道多注 失道寡注 国民党中公开反对蒋介石独裁政府的 还是大有人才啊 这说明这个蒋某人 已彻底失败 通远喽 百足之宠 死而不僵 主席 由于陈毅同志没有赶上开会 我个人的意见 让他先看有关的文件 然后再请他介绍华东野战军的作战经验 最后我们给他谈具体的工作安排 你看这样安排怎么样 好 很好 主席 该吃饭了 你们就给主席吃这些东西 一直都是 这怎么行呢 拿回去 重做 这是我给主席的饭钱 陈老总 你财大气粗 出手大方 你能管我毛泽东的饭菜 你管得了中央前委上千人的饭钱吗 可你们的日子太苦了 这已经好多了 陈毅同志 在转战陕北 这大半年居无定索 施难果腹的日子里 也只有我们这些共产党人 才能坚持到今天 小高 拿上陈毅同志这一块银元 让厨房加两个菜 陈毅啊 你的请我领了 我的请你也领了 借花献佛 一举两得 小高 拿着 快去吧 是 小长 自从沈君如张伯军等人 在香港通电恢复了民盟总部之后 不仅毛泽东共产党声援支持 就连在上海的张岚黄炎培这些元老们 也大有蠢蠢欲动之事 李继深在香港成立的民阁是怎么回事 校长 这是李继深他们搞的民阁的成立宣言 您看一下 你念吧 校长 我是怕 你怕什么 摘棋药店念 是 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 集中党内忠于总理 忠于革命之统治 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 当前之革命任务 为推翻蒋介石卖 卖 卖国独裁政府 够了 是 真是夫无双止 我不担心 华人锋 卖正在 你立即去香港 把这些人全都给我抓起来 校长 抓 抓起来 不 是把他们都给我控制起来 是 另外 你亲自去趟上海 让民盟的头头 张兰 黄炎陪他们 严幸收敛一些 是 不过世夏不要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 校长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对他们采取行动 是郑青的发展 是 我听校长的 等等 同志范汉杰 刘斐他们 让他们明天陪我去沈阳 处理新武军的事件 是 夫人啊 大理 还在为新武军的事生气啊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慈修于去年岁末一败张五 元旦刚过又再败公主屯 前后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就损兵浙降三万多人 说照此下去 朱杀东北的几十万国军 还能坚守多久啊 大理 大理 四修以带兵之身临危寿命 接替杜于明 管这个东北的烂摊子 不容易啊 可是 我没让他越管越烂 搞得现在京城内外 无一不再骂他是无能 甚至 甚至说我用人不当 那你想怎么办呢 明天亲赴沈阳 追究责任 你怎么办呢 魏族 公主屯一役 新武军受损 这完全应该由 第九兵团司令长官 料料相扶权责 我再三定领他们 右路军火速增援 可是由他指挥的 新边第三军 第六军 迟迟不动 不顾大局有意保存实力 应该受到军阀的严惩 不对 我右路大军奉命开道 只是受到共军的顽强阻击 而难以救援 我讲的 是不是事实 是的 不是 新武军失利的根本原因 一 是陈参谋总长错误地认为 林彪共军主力已经分散 并错误地判断 张武战役后伤亡重大 失去了战斗力 二 是分三路大军 沿辽合作扇行推进 给共军造成了取生的战绩 不对 对 都给我坐下 你们自己看看 你们自己看看 这还像一个军事检讨会吗 勝利了 你们一个个是争攻妖赏 失败了 推为扯皮 把话说得明白一些 这才是姓武军 失败的真正原因 你 怎么了 子修 我为东北战场上的失利而喊严 这就好吗 失败是成功之母 你再冷静地想一想 到底是什么原因 姓武军实力 完全是我沉诚指挥武方 为座 我要求当机国法对我严惩 一速军机 不要这样 仗还在打着 等战争结束后 再定功过 请为座放心 我与沈阳共存亡 如果沈阳失守 我定自杀殉职 陈总长 陈总长 子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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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送医院 快 你先出去一下 陈总长 我已经向蒋主席报告了您的病情 蒋之无疑啊 不 蒋主席十分关心你的身体 当他知道你的胃大量出血 溃疡严重的时候 他让我转告你 一定要安心静养 看来 我只要一身殉职了 不要这样说嘛 你可以请夫人 向他的义母蒋夫人 沉说你的病情 在此为难之际 身为总长 我 我 是 你 你 还在讨论 你 有 你 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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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他 病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不能指挥打仗了 很难说了 校长 用学生说句不当的话 就是 陈总长身体健康 也不适宜在东北战场指挥作战 施下东北战场一日三变 不可没有主帅 那你说 由谁接替辞修呢 没想过 你们看 这个 从欧美考察回国的 魏李皇将军如何 可以 说说你的根据 从资历和声望上来讲 魏将军受诸无愧 当年 陈总长因身体原因 无法指挥远征军作战的时候 江主席 也是点的魏将军的奖 好 论人事关系而言 魏将军 也适合接替辞职 我记得 杜玉明 郑栋国 廖耀香 还有你范汉杰 当年都是 魏李皇将军的部署 在远征军的时候 都有过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 他 可以驾驭 美国军政两届 都高度评价 魏将军率远征军打了胜仗 再加上 他考察欧美期间 与美国军界筹座非常频繁 收到了好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接替陈总长者 非魏将军莫属 很好 说说 你的看法 校长是知道的 当年他在太行山的时候 就和贡军的朱德 彭都怀过从甚密 据当年投诚过来的 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 袁晓轩交代 魏将军曾公开说过 他是贫农出身 加入共产党没问题 这些我都清楚 只是现在 你重提此事 是什么意思 他率袁政军打日本 放心 让他到 东北战场打共军 如果我派你 去给魏将军当副手呢 我一切挺校长的 就这么定了 好了 甘女儿 请放心 我会为瓷绣讲情的 好了 不要再说了 达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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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 还要出去啊 东北战场吃紧 召开临时紧急会议 达令 甘女儿谭祥 今天跑到这儿来 哭着对我说 慈修现在的胃病很重 前方战事 又节节失利 这个植物实在是太重了 这我比他清楚 达令 慈修的胃病如此严重 再加上 东北的天气寒冷 他的身体吃不消啊 你这个当义父的 是不是应该把他接回南京 看看病啊 好了 好了 你告诉他 你告诉他 他当不了寡妇 你找到接替慈修的人选了 找了 可是人家不愿意 谁啊 下午我和魏力皇谈过了 他说自己不行 他这完全是客套话 把话说白了吧 魏力皇 这是在向你讨价吗 这我当然清楚 那你说怎么办 我让顾童童和张群再和他谈谈 然后视清而定 好 我也帮你想想办法 早点休息 我会很晚回来 好 陈夫人 您放心 您的意思我清楚了 我一定转告 好了 好了 我知道了 真是岂有此理 保准又是陈诚的夫人打来的吧 夫人 不要生气 听她的口气 怕我阻拦你去东北接任陈诚的职务 那她还说了些什么 她说 慈修病得很重 只有请魏先生出山 东北的问题才能解决 只有魏先生一去东北 才能救了他们一家子 那夫人 你是怎么想的 我心想啊 是救了他们一家子 那不就坑了我们一家子吗 有权有力的事他们就争 弄得不可收拾了 就把这烂摊子交给别人 让别人去当替死鬼 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你说这谭祥比蒋夫人小不了几岁 她怎么是蒋夫人的干女儿呢 说来话长啊 当年谭祥的母亲去世了 好事的人就把宋家的三小姐 介绍给谭祥的父亲谭严凯做续贤 谭严凯不敢应证这门亲事 可又怕得罪了宋家的三小姐 就让自己的女儿拜她为干妈了 后来陈诚是为了叛龙复风 就修了老家的原配 和谭祥结婚了 这原来是一桩政治买卖 这件事情可不要说出去啊 我还嫌费了我的唾沫呢 你的部下是怎么看你这事 大家都反对 说石下的东北是个大火坑 不能挑 我也这样认为 你觉得呢 警官 东北是一个比西欧大国还要大的地方 那里的重工业占全国的一半以上 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 我记得中山先生 曾经给我写过一幅对联 大意为安危虚诈 出群才 石下的东北 只有像你俊儒这样的人才 才能镇得住 我已经决定 把东北党政军的职务 交给你负责 有什么困难你可以提出来 我会优先考虑解决 你不需要有什么顾虑 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给办好 万一战局上有什么失利 也不会由你来负责 卫园长 这正是我最担心的 你还担心什么 是不是还有别的困难 没有军队是不能打仗的 可眼下东北的军队都被共军围困了 没有大量的增援是不行的 这好办 我先给你五个军 给东北的物资和集养 我都会优先考虑 那我先去考察一下吧 不 我现在就要下达对你的任命 你去东北福建也越快越好 女士们 先生们 全国各界听众们 首先让我播发蒋主席重要命令 由于参谋总长兼东北行员主任陈诚将军的身体健康原因 由魏力皇将军出任东北行员副主任兼东北脚总总司令一职 俊荣你听听 这不是强加于人吗 夫人息怒 这项命令不是江主席强架给我的 是你同意的 你冲锋啊你 夫人 为什么要戴上这顶乌纱帽 东北快完了 你的部下都不赞成你去 连我这个没有军事头脑的人都看到没有希望了 你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魏晨晨当替死鬼往火坑里跳 夫人 军人革命就不能怕死 你不怕死我怕 这就干的什么革命 什么革命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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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人 别哭了 夫人 别哭了 紫人 要四海为嫁 以天下为己人 你还记得 在巴黎的事情吗 在巴黎的事情 此处张贯道 恍若再伤心 主席 还真有雅兴啊 我只知道你缴了我的诗信 处警生情 情有所依 介意舒怀啊 我的五言律师写得不好 淫的既没有当年 易秦和楼山关那样自信 也没有七帝长征那样乐观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脉步从头月 这样的诗句虽然充满着自信 甚至是霸气 但是我更喜欢 苍山如海 残阳如雪 这两句诗的意境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咱们哪还是趁机 饱饱耳福吧 独子一叫 诗信没了 李氏啊 该吃早饭了吧 吃饭没问题啊 这要看主席的诗写得怎么样 才能定 好 那个人胡子 趁火打劫 敲诈乐所啊 魏力皇和我们还有联系吗 有 他自法国回国以前 曾通过其他国家的兄弟党 给我们发了一份密电 表示愿意为国家的独立 民族的复兴 贡献自己的力量 很好 你把魏力皇的情况 电告东北居 陈云通这是知情的 好的 根据主席和中央军委 关于向延安宜川县出击 我们决定第一步 以围城打圆的战术 攻去宜川 我赞成 遗川东一黄河 西连洛川 复县 是陕东的战略要地 被胡宗南视之为 关中的屏障 拔掉了这颗钉子 进一步打通与近西北的联系 创造解放大西北的有力态势 遗川是胡宗南棋盘上的 一个重要棋子 我们打遗川 胡宗南一定会派兵来增援 对啊 再加上敌人一向对我们的实力 估计不足 刘勘又有一股蛮劲 一定会来增援的 这样就便于你们以意待劳 选择有力地形 在运动中歼灭各个敌人 要打老冤家了 同志们的情绪如何呀 非常高涨啊 战士们说 攻打遗川这招棋 把刘勘的坟墓都给准备好了 好 为了确保遗川战役的胜利 我再请陈屑以及前进到玉西的陈氏举唐亮所部 来侧应你们 太好了 我小的时候就知道 每天吃大葱不用请郎中 每顿吃大蒜不用上医院 我们山东的同志也编了个顺口溜 说什么大葱蘸酱越吃越胖 这个大蒜拌面胜过医院 你这个陈屹啊 三句话不离山东 主席啊 抽个我这个 骆驼盘 战利品啊 来 听话听音 看来你对我们华东局的工作 有意见了 那是你陈屹自己的看法 想想 去厨房给我要几个土豆来 干什么呀 我们这个地方既没有大葱也没有大蒜 对 只有土豆 还是限量的 我只好用烤土豆来招待我们陈屹同志了 又奢账啊 奢账又不是赖账 从我这个月配机里扣除嘛 行 主席 这个地方啊 要养活这么多人 贴气够吗 狮子多了不怕咬啊 简话说到这儿 主席啊 我也说句心里话 来审美之前呢 我心里就有个疑问 去年中央来电报 常常表扬西北野战军 给我的感觉 对我们华东野战军颇有不满 甚至有意抬高西北压制华东啊 你到杨家沟不久 我就发现了你这种牢骚和情绪啊 主席你为啥子不批评我啊 因为我太了解你沉毅了 越批越顶牛 所以我就让你去参加西北野战军召开的高干会议 还要请你给他们介绍介绍华东野战军的情况 主席这一招真是灵啊 我不仅想通了 而且还看到了我们华东野战军的不足类 有这么大作用 说说看 一呢 我知道西北野战军呢 是条件最差的野战军 一年多都没有吃小麦了 连小米都很难吃到 只能吃喂马的黑豆 甚至是野菜跟坑啊 他们的装备就更差了 彭总跟我讲 每次打仗这个山炮啊 只有五发炮弹 迫击炮 只配备五发到十五发呀 他们不仅人少炮弹少 而且抗击的敌人是自己的八到十倍 他们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最近 他们要在遗川搞一个大动作 了不起啊 主席 值得我们学习啊 我请你来山北 可不是让你来学习的 主席啊 是不是有什么大动作 你陈毅可真是先知先觉啊 我说你能讲一下 他说一遍 他聊到周杰银子 把我到你上游了 跟着逾我 我们下游戏 吹 这个